王丹的話先不用理他 那沒什麼水準 大家都不想理他 從昨天到今天 大家都不想看王丹 根本不需要理他 只是要扯一下韓國瑜 然後刷一下存在感 真的很不需要理他 我是覺得說 我們去思考一下 如果從美國人的角度 要了解台灣的政治 國民黨的這些太陽裡面 請問他們對誰最不了解 還有對誰最想了解 答案就很清楚 台灣如果在美國人的眼裡 不管他怎麼樣看台灣 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也好 是他的台灣牌也好 還是說在美中海三邊關係當中 非常關鍵的角色也好 不管怎麼樣 在東亞 在亞太 台灣是對美國利益 核心關鍵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一個 國家的總統 未來的總統 可能的總統 你認為他想不想認識 他當然想認識 尤其在過去這段時間 美國幾乎完全沒有跟他 沒有任何的往來 在他們的文件裡面 或他們的文獻裡面 可能還找不到韓國語三個字 所以他必須現在開始 趕快接觸 趕快了解 還有他的一言一行 可能都要針對什麼 可能都要針對他的談話 去做一些所謂的什麼 我們講英文就Decoding 分解 分析解碼 就解碼 講話到底什麼 所以這一次你說 他是閉門會 或者是Open Door Public 這樣子的講話 他都有他的意義 不用去懷疑 閉門的Closed Door的 這些Meeting 有時候是更精彩的 就是大家能夠充分的 能夠交流 更了解 對於這一些 去參加Closed Door Meeting的人 他了不起大概幾十個人 應該不會破版 這些人一定都是什麼 研究台灣 東亞 美中海上邊關係的專家 不會只有哈佛的人 可能搞不好DC這些 華府這些智庫的人 都飛到哈佛去 去參加這個閉門的會 就是想要進一步了解 韓國瑜是什麼樣的人 他的政治理念是什麼 還有他對美國的想法是什麼 他對大陸的想法是什麼 他對整個亞太區域的 想法是什麼 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 美國未來在這個地方 如果哪一天 韓國瑜成為國家領導人 就算他不是國家領導人 他在國民黨的黨內的影響力 一定有他一定的地位 所以他當然想要知道 他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去 王丹講那些話什麼 到底是不是邀請他 還是他去跟人家要 我覺得那是無聊透敵 他這樣子的一個人氣 他還要去在乎這些嗎 他還要去拜託 說不然你要跟他搖請 不可能 他一定是困擾說我到底要去哪裡 我到底要去哪一邊 然後我到那邊之後 我要講什麼 還有一點 我到那邊之後 我到底應該先見誰 因為如果很多人要見你的話 你到底要先見誰 萬一這個沒有安排好 得罪了這個地主 或得罪了人家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他現在的困擾 不過剛剛你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美國人為什麼想要了解韓國瑜 認識韓國瑜 因為台灣可能對於美國來講 是在東亞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裡對他的核心利益 也有很直接的影響 剛才講那麼多問題 感覺就像是面試的問題 我覺得你好像也被面試過 我覺得這不能用面試 我覺得用認識 認識 不是面試 是認識 面試感覺好像他是老闆 我們是要去應徵工作人員 所以這是他說的 交朋友 去交朋友 美國人也很想交這個朋友 王丹其實這一次 要找韓國瑜的麻煩 他當然有他的動機 有他的用意 這個我在這裡就不用 不費唇舌 要不然他又反駁我 我就沒什麼意思 但是我在這裡要勸韓國瑜 因為你他還是下一任的總統 很多 很多 因為他這個人動能太強 就好像過動而一樣 像譬如說 他說 你問一個幹嘛 找個辦法 你要監督要監督金正恩 這第二次 我覺得這個大班會講說 為什麼要監督金正恩 金正恩是北韓 為什麼要王丹就監視他 我認為是因為講金正恩 兩邊都不得罪 要監督美國嗎 監督台灣嗎 監督誰都不對 監督金正恩 這個絕對是保險 沒有錯的 但是這種話講兩次 吵聲 你知道 吵聲 你說要換一個國家講 不是 你可以換一個 要換誰 同樣的這一句話 這樣的一句話 就是講兩次 就老調 我認為老調最好不要重談 因為他很活潑的 他腦筋動得很快的 不需要金正恩講兩次 還有第二點 我認為韓國瑜就要 就媒體 就王丹的責難或批判 問他的時候他就要一次講親 一次講親的話 王淺秋就不用說這樣 你看哪哪說有邀請函 有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處理的不漂亮 我覺得韓國應該講 王丹提醒了我 因為原先是有兩場 那有一場沒了 去掉的那一場是公開的演講 這個絕對是公開 也絕對是演講 沒有錯 那也許後來我們辦公室在講 這個旅美之行裡頭 這個公開演講這四個字 就沒有適時的修正 所以引起王先生的誤會 那現在有了這一場 很嚴謹的就英文來翻譯的話 是閉門的簡報 閉門簡報 而且他邀請函裡頭有講 閉門簡報的上半部 由韓國瑜來陳述前半 就是這樣 這個到底陳述一半的時間 在一個閉門的簡報裡頭 順不上演講 這個看你怎麼搞的 你如果崇寬的話 當然也是演講 如果很嚴謹的話 我認為跟演講是有一點距離 現在我很感謝王丹先生 你離開北京那麼久了 你現在已經變職了 你現在忘記初衷 你現在沒事可幹 跟我把我追得這麼緊 我謝謝你的關心 我以後改正 我以後改正 但是以後我希望你 不要忘掉 當年你離開大陸 到底是為了什麼 難道是為了追我 到底是不是公開演講 還是不是嗎 我覺得他如果 他會不會這樣花太多時間 去理王丹 不 我現在覺得 你還不懂我的意思 我覺得韓國現在 掉入一個一定的模式 他對很多問題的回答 第一 太簡單 太簡單化 第二 太快 還有第三點 有一點膚淺 第四點 他有一點 就是說不夠嚴肅 不夠嚴謹 你做總統也要稍微學一下 像江西成這樣都開始學 你看 要嚴謹 要稍微這樣比較不會 因為太緊張 他就這樣 正在說 你剛剛不是很稱讚他 很有活力 活動力的這一面嗎 不是 這個活力也是一刀兩刃 活力的表現方式可以讓人家感覺到 他很dynamic 很活潑 很充滿動能 但是也有的時候 就是說你處理一件 可以馬上一下子 就把它處理乾淨的事情 如果你在一種比較浮面的淺層 一下子把它處理過了 那你的人還要再回來 再講好幾次 我覺得這不好 當然他現在正在流行 正在往 這種是小事 算我多嘴 一個範比這個更大的毛病 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 就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 因為是Close Door Briefing The First Half 由Mr.Han的Present 原文是這樣講的 邀請函上面就是這樣寫的 王儉修拿出邀請函的時候 函上面就已經有這樣寫 如果有仔細閱讀的話 就看到了 不過剛才陳道講說 如果應該要完整的回應王丹 他就不會繼續上來 其實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當你回應他的時候 如果他想黏著你的話 他還是會繼續黏著你 就會告訴你說 你其實還有哪裡哪裡哪裡 是有漏洞了 所以哪一些事情是需要這樣子 不要理他 哪一些事情是要認真的回答 的確 韓國瑜要選2020的總統 他必須去仔細的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王丹這個問題 是不是需要認真回答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不過這跟李王丹不王丹 沒什麼關係 因為你現在大家都在看 而且大家都把你當成準總統 所以你處理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大小 還有不管是合理不合理 大家都在看累積你這個人 將來當總統以後 你的功力到底好不好 這有關係 我是好意 我知道你是好意 黨內初選也有競選風暴 也有競選風暴 他現在就沒有黨內初選 那很難講 因為我第一個 就是黨內初選的部分 其實如果韓國瑜 在目前這個局勢之下 恐怕能不能參選 要不要參選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了 恐怕他自己的意思 沒有辦法去說服大家 在吳敦義昨天宣布不選 然後朱立倫說願意 來配合徵召的情況之下 如果韓國瑜在這個地方 還沒有辦法做出自己的決定的時候 恐怕後面也會Push他往前走 會Push他往前走 這個大的在後頭 這個大的可能性人民 可能會Push他往前走 所以韓國瑜參選 基本上已經慢慢成為 一個國民黨的共識了 從比較一 兩個月前 比較紛亂的局勢 比較紛亂的看法 慢慢慢慢凝聚成一個 比較有這個方向感的共識 但是你有共識還沒有用 你怎麼樣幫韓國瑜解套 我覺得現在不能把 如果是國民黨要拱韓國瑜出的話 也要幫忙幫他解套 幫他解套 第一個理由 就是你參選的正當性 跟剛好事情怎麼交代 再來你這個參選的隊伍 現在到底是正當性比較嚴重 還是王精平比較嚴重 我倒覺得王精平需要點實踐 王精平其實我覺得雙方人 不要在媒體上面 在言語上面彼此相互刺激 當然身旁的人講話會重一點 但是你最後還是要取決 王精平的態度 而且萬一真的到韓國瑜去 被徵召出來參加這個選舉的時候 我覺得他對王精平 也會非常非常的謙卑 也會三不五十的 然後三顧茅庐 來取得王精平的信任 爭取他的支持 我覺得韓國瑜是本身是做得到的 所以話說回來 就是你不能說 我這個只徵召韓國瑜 讓他單槍匹馬 單刀獨鬥 去面對整個總統的大局 你背後你國民黨到底要給他什麼 要給他一個什麼樣一個組織隊伍 然後來補他一些不足 因為有人說他隊伍不夠多 然後這個糧草不夠多 然後包括相關的這些公共政策 有沒有經過比較深入的一些探討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必須幫他的地方 我覺得明年的選舉 我覺得大家不能有一種心態說 我一切交給韓國瑜就好了 包括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就是我從中間把韓國瑜拉出來 我就保證我當選 這個想法我覺得太天真了 太天真 因為在選舉過程當中 會碰到什麼樣一個困難的情況 還有幫他對手會做什麼樣 局勢的改變 譬如說延長賽 會不會變成一種結盟賽 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邊 就要幫韓國瑜的人 要幫韓國瑜除了掃除障礙 讓他徵召出來之外 背後的後勤工作真的要做好 不能讓韓國瑜單槍的獨鬥 我覺得這對韓國瑜 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認為這個也是韓國瑜 考慮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他在高中市長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當然有一本書說 前100天定勝負 如果前100天 就包括美國總統也好 或其他的一個民選的首長 前100天的表現 基本上決定那個任期的表現 韓國瑜前100天的表現 基本上還都維持在一個高峰 所以我相信 高中市長在這樣 他這樣再做下去 就算做到四年 我認為他一樣可以表現得很好 但是他要進行轉去競選 總統的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的準備 真的要幫他準備好 而且不能光靠韓國瑜的 燃燒自己的能量 我覺得背後有沒有一些智庫 還有黨的智庫 還有一些相關人 能不能一些出謀劃策 比如像蘇琪那一次 我覺得前天那一次 來去跟他講一些事情 彼此在一關兩岸 美中台部分交換一些意見 我覺得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西州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不能這麼自私 不能只讓韓國瑜一個人往前推 包括朱立人也好 王金銘也罷 甚至宣佈不選的吳敦義 你能不能組合一個比較好的 堅強的後勤隊伍 幫助韓國瑜 而且不要把這個事情 是韓國瑜的成就 而是要變成國民黨的成就 還有一個中華民國 未來的成就 把這個拉高 韓國瑜只是一個代表人 去達到這個目標 如果是一個關於 优优优独的 日子 大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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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